习尹和李狐知道眼下乌骨李是唯一能救他们的人,便花言巧语地夸起了乌骨李,这时太平王来到狱中,他想逼李狐招供,没想到李狐不仅全盘招人,更是要拉肖斯温等人一起下水。 另一边,萧狐拈请达领跟韩德让来府中商议,众人得知李狐诬陷各府,而太平王已发密函到幽州,萧燕燕便主动请医截下密函,但萧狐拈不愿让他去冒险,萧燕燕只好偷偷出发了。 萧狐拈得知此事很是担心,韩德让二话不说就去追萧燕燕,萧燕燕不小心打草惊蛇,他不仅没截到密函,自己还受伤了,幸亏韩德让及时赶到,救下了萧燕燕。 还帮他处理了伤口。 晚上,萧燕燕飞让韩德让一起进帐篷取暖,他问起韩德让的心意对象,韩德让坦言喜欢萧燕燕这般勇敢的女子,希望他日后保护好自己。 另一边,萧狐拈很担心屋谷里,为此他只好去求太平王,看着失态落泪的狐拈,太平王很是心疼,他提起自己的生活。 想让胡莲做他的女人,只要胡莲愿意答应,以后没人能伤害他的亲人。 太平王还安排胡莲见了乌谷里,可乌谷一心想让胡莲就吸引出去,胡莲不敬恨铁不成钢。 韩德让跟萧燕燕刚进入幽州,便听到了主上饮酒作乐一事。 眼下密函并未结下,韩德让跟萧燕燕,只好先来见萧斯温跟韩匡寺。 韩匡寺让韩德让住于好友李继中家中,萧燕燕也吵着要跟过去住。 韩德让介绍了李继中的女儿李斯和萧燕燕相识,李斯见到燕燕受伤且衣服破损,主动帮她重新处理伤口。 二人借着伤口聊到韩德让曾经受伤,萧燕燕得知李斯照顾过韩德让,忍不住吃醋不已。 二人借着伤口